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ple公民新聞報 霹靂布袋戲是許多人 童年的回憶 今年是素環針出道三十年 霹靂特別結合科技與時尚 舉辦展覽 還請設計師 為許多的經典人物 設計新造型 相當的吸睛 霹靂布袋戲是許多五六年級生的 童年回憶 而在素環針出道滿三十的今年 舉辦了霹靂藝術科幻特展 展區共有天咒之間 流離仙境 四大藝術 三十經典 霹靂歷史和摩吞時尚等六大亮點 全展更與科幻結合 只要對準光人就能看到展覽介紹 不只光碼掃描 更大碗提葬互動 讓民眾不只是觀展 更增添了許多趣味 布袋戲與時尚結合 此次由台灣八位知名設計師曹刀 聯手改造 磨吞十二宮中的經典角色 是吸引人觀展的一大特色 紫飛機的概念我們是把它抽象化的 試圖的放上去 這兩個從上往下開始其實是象徵性的燕子的尾巴 在飛行的感覺 設計師們在現場介紹自己的作品 與民眾互動人的距離 而傳統布袋戲人偶換上新裝 也有一番風味 也讓老影迷們看到不一樣的角色扮相 霹靂布袋戲力中迷新 地球創新與突破 此次傳統與科技 布袋戲與時尚的結合 便是最鮮明的嘗試 霹靂布袋戲也表示 素環針出道滿三十的今年 跨足時尚界 科幻展 雕塑藝術 將有許多新的作品 胡植語出 與大家相見歡 台北市東區的農民市集 聚集了各地農民前來擺攤 每到用餐時刻 他們由各攤 輪植掌廚 大鍋煮出美味料理 甚至大方的邀請消費者 一起來吃飯 這不是餐會的中泡菜爹主菜 這是在台北市東區的農民市集 接近用餐的時刻 由自己的各攤組輪植煮飯 一頓飯需打理約35人份的餐點 材料都是由攤位上拿出來的 對 然後這個滷肉的損失就是這個 今天輪植是來自苗栗馬拉邦山的徐太太 晚餐的食材都是來自市集小農自家的農產品 今天的主廚是另外一攤的攤主三哥 因為有些東西我沒有煮過 但是你們開菜單出來 只要有菜的名字我就能煮出來 吃飯啦 一起吃的 好 吃飯 一起吃 好 那你來這邊參與他們晚餐的感受怎麼樣 那當然是他們的這個味道 這個非常非常好 這個情況也是應該 你在台灣或在國外第一次看過吧 國外這個這個歐爾有 歐爾有 台灣其他這個地區這個 我不曉得這個 非常這個好客 就是邀請我們這個館 這個方式其實蠻好的 雖然就是你跟煮的味道不一樣 然後有些人可能 比較偏北也偏南 但是大家吃的都很開心 大家輪植煮飯 不只讓擺攤的夥伴 不用擔心吃飯的問題 更讓大家有種家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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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